奢侈品背后的血腥 全球向量的某奢侈品牌特色皮包 被拍出来近三百万元的天价 天啊,这个包竟然卖了三百万 怎么会这么贵啊 这个价格真是高得吓死人啊 这可是全球著名的奢侈品牌 而且这个包上面还相砍了钻石 贴上了白金呢 即便这样,那这个包也值不了这么多钱啊 拍出这样的价格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你们知道吗 真正值钱的是包包内衬 用十年难得一遇完美白化的尼鲁鳄皮做成的 天啊,这个包是用鳄鱼皮做的 当然了,其实不止这个品牌 很多奢侈品牌都在用各种野生动物的皮毛 制成工艺品 之后哪怕标价上百万,也有人疯抢 因为那一张张漂亮的皮,一件好看的皮毛都是无价之宝 啊 用袋鼠皮毛做成的鞋子 这品所采用的鳄鱼皮都是从我这里购买的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每年可以给你提供大量的鳄鱼皮 啊,你这里的鳄鱼皮的确不少 只是这些皮上的伤痕太多了,影响美观啊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要知道鳄鱼生来好斗 身上有伤疤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想要挑出一块完美的皮 需要杀掉成千上百只鳄鱼 而一个跟普通包差不多大的皮包 大概就需要三张鳄鱼皮才能拼出来 你说的没错 鳄鱼背上的皮又厚又糙 所以一只三米长的鳄鱼 只有最柔软的肚皮能用来做包 而杀死鳄鱼剥皮的过程让人毛骨悚然 为了让鳄鱼肚皮保持良好状态,屠宰剥皮都必须手工完成 封住鳄鱼嘴,用刀割开活鳄鱼颈部 然后再用钢条直接插进鳄鱼脊柱,人工剥皮 而从始至终它都还活着的 天啊,这样真是太残忍了 真没想到,鳄鱼皮的获取竟然会是这样不人道的 不只是这些 就连平常最常见的羽绒服也和虐杀动物有关 有一款知名品牌的羽绒服是使用白鹅绒毛和狼皮毛制作而成 我知道这款羽绒服 它保暖效果非常好,很受时尚人士追捧呢 没错,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大量的白鹅被宰杀取绒毛 还有那些狼,他们会因为自己身上的毛皮而丢掉生命 希望这次能够捕捉到狼 要知道最近狼皮的价格可是涨了好多呢 当然了,冬天马上就要到了 那家制造厂商可是需要很多狼皮毛来制作衣服的毛领呢 我们要小心啊,最近山林里经常有猎人出现 要是被他们抓到可就糟了,一定会必死无疑的 没错,他们会将我们的皮剥下,实在太可恶了 啊,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的同伴好像遇到了麻烦,我们快去帮帮他吧 糟糕,你这是中了猎人的陷阱了 怎么办啊,你们快来帮帮我啊,不然我会被杀的 要想从猎人的陷阱里逃出来,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咬断被夹住的腿逃生 啊,咬断自己的腿,这要多痛啊 这点痛算什么,要是你被人类抓住了,那可会被活生生的剥下皮来 那种疼痛想想多可怕啊 被活活剥皮,天啊,看来还是断腿的好 不好,是猎人们来了,我们快走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所收获 我想应该会有收获吧,最近这段时间,很多人看到狼在这周围出没呢 天哪,这只狼竟然咬断了自己的腿逃走了 是啊,狼可真是够残忍了,竟然把自己的腿都能咬断,真是很难想象的 为了免受剥皮之苦,那些中了陷阱的狼要么咬断自己的腿,要不便想办法自尽 而人们却都说狼残忍,难道他们就没有想过自己的行为比狼还要更加残忍上百倍或上千倍吗 没错,人类需要的只是保暖的衣服,而狼需要的却是自己的性命 为了保暖的衣服而夺取其他圣灵的生命 这才是真正的残忍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抵制皮草、貂皮、狐狸皮 人类身上所谓名贵的皮衣都是这些动物的性命啊 是啊,如果见过皮草的制作过程,我想很多人会抵制它的 水雕从小就被关进狭小的笼子里直至死亡 这相当于把一个人一身关在心理箱中 因为长期囚禁,这些水雕大多得到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自残、啃食同类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受伤的水雕也不会得到任何医治 为了保持皮毛的完整,在活剥之前 它们会承受着惨绝人寰的酷刑 被剁掉四只,从底部切开口 一把拽下整块刁皮 一件顶级皮草大衣需要几十只水雕的生命 这样一件沾满了无数鲜血的大衣,却被称之为时尚 是啊,当人们穿着皮草温暖如春 而动物它们被剥皮后却冰冷死去 是啊,人类为了自己的欲望,伤害了多少生灵啊 没错,因为我们人类的欲望 很多动物一出生就注定要遭受剥皮之苦 就像鸵鸟那样 哎呀,这里有好多小鸵鸟啊 你看,它们真可爱啊 你知道这些鸵鸟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不知道啊,它们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它们是用来制作名牌包的 你看,你手中的这款包就是用这些鸵鸟皮来制作完成的 啊 这里所有鸵鸟的生命价值 就在它们背部到尾部的那一小块皮肤 那里的毛孔最均匀 凸起的毛孔不规则地构成图案 绝没有两幅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的构图纹理可是很受大家喜欢呢 哎呀,那些鸵鸟要被送到哪里去啊 这里的鸵鸟差不多长到一岁时 就会被带到屠宰场进行剥皮 啊 鸵鸟在野外可以活很多年 而且鸵鸟爸爸妈妈会抚育孩子直至三岁 可是在这里 这些可怜的小鸵鸟 连见父母一面的机会都没有 只在这个世上生活一年便会惨遭杀害 每年都有非常多的鸵鸟 遭受长期虐待之后被裁忍处死 这只是因为人类想要它们的皮做一个包 是啊 那些外表漂亮的包包里 可是装满着鲜血和跳动的心脏啊 没错 每一件奢侈品的制作 都会给动物带来巨大的痛苦 甚至夺去生命 购买者的虚荣心 奢侈品牌们上亿的市值 都是靠野生动物的血肉撑起来的 最近又有好几头小象被送来我们这里了 是啊 这些小象实在太可怜了 他们的父母都死于盗猎者腔下 而且有只小象亲眼目睹母亲被猎杀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都会不停的尖叫着 别说是小象了 我就亲眼看过大象被猎杀的场景 晚上都会做噩梦 那些盗猎者为了获取完整的象牙 而会将大象的脸砍掉一大半 惨死的大象横卧丛林 相比被随意丢在一边 鲜血淋漓 尸骨不全的 真不明白 这些动物究竟做错了什么 却要一次次惨遭人类的毒手 据统计每天就有上亿动物被人类杀害 万物因果终有轮回 当动物一个个灭绝 生态彻底失衡 最后遭殃的还是人类自己 有个小镇设立了众多皮革制作工厂 每年会向全球奢侈品输出大量皮革 但是这些工厂所排放的 有毒致癌废弃、废水 严重危害着周围的环境 生而为人 我们该有基本的人道与悲悯 我们也该明白 站在食物链顶端的责任 不是杀戮 而是保护 很多人在了解到了 真皮奢侈品背后的另一面后 都加入了保护动物的行列 在国际时装周的会场 动物保护组织在高声抗议着 这促使众多时装灵兽巨头 寄出了动物皮草禁令 我宣布从今天起 我们将成为灵皮草公司 从今天起 我们公司不会生产销售 任何天然皮草的皮包和服饰了 明明我们早已走出血居时代 明明人们都喜欢养宠物 嘴里喊着热爱动物 为什么还会有人 会用购买真皮奢侈品 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呢 任何一条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所以请脱下皮草 穿回人性 请不要忘记 我们人类也是这生物圈里的一员啊 感谢观看